云南十八冠 就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可照片中的美女 究竟属于云南的 哪一个少数民族呢 恐怕就没几个观众 能够说得出来 告诉您吧 她属于我们非常熟悉的 一个少数民族 哪个呢 歹族 歹族 或许您会说 不对呀 歹族我们认识呀 这孔雀公主 应该是这个装扮呀 哎 我要告诉您 我们的歹族同胞 共有九大知戏 我们熟悉的孔雀公主 属于歹族中的歹乐之戏 居住于云南西双版纳的 蓝沧江流域 而我们照片中的美女呢 则是歹族中的歹雅之戏 居住在云南玉西新亭的 原江流域 她们有一个非常好听的称呼 花腰歹 哈喽 全国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云南卫视为您呈现的 有精心啤酒独家冠名播出的 旅游新时空 我是可以为您旅途之妙招的 好朋友刘莎 花腰歹 花腰歹就是美丽的花色 积在腰上的歹族 您啊 不用亲眼看到人 就听一听名字 再加一些联想 很快这个脑 脑海里啊 我想就可以蹦出来了 其实这个花腰歹 这个称呼呢 并不是他们自己 对自己的称呼 而是周围的兄弟民族 送给他们的 有人说花腰歹是歹族中 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呀 他们的这个服饰 就非常的漂亮 好 今天呢 就让我们的这 外景主持人 耿心 带着您走进 云南玉西的新亭 去见识一下 那个把美丽花色 积在腰上的歹族 真的是非常有情绪 哇 看到没有 前面不是艳丽的呢 就是我们花腰歹的姑娘们 他们的服饰在阳光下 真的显得五彩缤纷啊 嗨 你们好 嗨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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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还有酒喝啊 白车 米酒 米酒 这代表 米酒 呃 代表米安 哦 真的是酒啊 不会特别香 要 一喝 一次要喝两杯啊 嗯 对 哦 为什么 为了那么漂亮的姑娘 我一定要把它喝下去 诶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叫阿宁 阿宁 嗯 对 想不到花腰歹姑娘 个个都长得像你那么漂亮吗 哦 对 哦 真的 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去看一下 但是我是从昆明来的 我对你们这儿都不了解 要不这样吧 呃 你能不能带我去逛一逛 可以 真的可以 可以 真的可以 没骗我吧 真的 好 那阿宁 我们就是朋友了 我叫耿心 叫阿宁 那我们一起走吧 来 来到花腰歹村寨 看到这里的姑娘 我们才体会到花腰歹 这个称呼真正的含义 您看她们的服饰 色彩斑斓绚丽 您是琳琅满布 恰如彩带层层束腰 所谓花腰带看来是由此而得名 这样的服饰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阿妮非常大方的带着我们前去参观 她们服饰制作的过程 阿妮等一下我拿一下灯事啊 我看看到底绣的怎么样 哦 这一整块都是你绣的 对 这些花绣得是如此的细腻整齐 不禁让我们向阿妮问出了这样的画 绣这个难吗 不难 很简单 不难啊 阿妮的一句不难 让我们感到很诧异 为了证实自己的画 阿妮亲自动手 向我们展示了绣花的过程 然而这个过程更让我们感到吃惊 没有标尺 不用参照 不打跌稿 阿妮的一针一线 似乎都是早已设定好的电脑程序 在布袋上穿插 细密的花纹 宽不到一厘米 在一米多长的布袋上直线延续 竟然不会出现错位和偏移 阿妮告诉我们 她从七八岁起便跟着阿妈阿姐学习绣花 到十七八岁又跟着学习织布绑线 在花腰带的村寨中 几乎每一个姑娘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阿妮今年二十出头 我们掐指算来 她的绣花功龄超过了十年 纺织的功龄也已经有两三年了 如此漫长的磨练 哪里需要标尺参照和底稿 一切对于她们来说是早已经胸有成花了 织出来的颜色 绣出来的花 如此斑斓绚丽的色彩 如此细腻繁琐的花纹 该如何搭配调和呢 众所周知 色彩越多越难调和 花纹越多越难搭配 一件五花八门五颜六色的衣裳 如果施了搭配丢了调和 那么穿出来是什么样子 实在让人难以想象 花腰带的姑娘们是如何解决的呢 细细观察 我们发现了其中的道理 什么道理呢 藏青色 从整体上看 藏青色是花腰带服饰的基调 在这个基调上 各种亮丽醒目的装饰色彩 叶然而上 点缀在衣服裙子及头饰的边边角角 分外夺目 使原来藏青色凝重古朴的世界 一下子变得绚丽多台起来 红紫黄绿蓝等这些装饰的颜色 能让人们从大自然中的天空太阳 太霞土地植物甚至鲜血等去感受去联想 把人与自然结合了起来 古朴上增添点雅 厚重中增添细腻 沉重中显出明快 镜幕中看到流动 也正是由于树道彩条 为花腰带女性的腰部装点上道道彩环 我们不禁向阿妮询问 穿在她们身上的彩环有什么含义吗 她反而问了我们一句 这些彩环像不像流淌的河水 原来如此 花腰带姑娘们身上萦绕的彩环 正是带香千万条溪流江河的象征 为了这个象征 它们不仅要织出来绣出来 更要穿出来 衣服饰品穿戴起来 几乎是叫人无法从事劳动 这让常年从事着水田耕种的花腰带姑娘 如何下地干活呢 我们不由的想起了生活在西双版纳的带族 她们的服饰以浅色为主 清新淡雅 最为讲究的饰品 就只是系在腰上的银带 穿戴简单方便干活 回过头再来看 眼前的花腰带姑娘的服饰 真是感觉过于华丽了 这对于常年在田劳作的她们合适吗 我们把心中的疑问告诉了阿妮 阿妮告诉我们 她们的服饰分为日常装和盛装两种 平日里的生活和劳动 穿的都是日常装 简单朴素方便劳动 而今天因为是过节 所以姑娘们都进行了盛装的打扮 原来如此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盛装 阿妮告诉我们 尽管这套盛装 只是在节日里才穿戴 但是在花腰带村寨里 是哪个姑娘都必须有的 如果没有 就会被别人看作不勤快 没能耐 所以花腰带的姑娘们 都会省吃俭用 拼尽自己的一针一线 为自己完成这样一套盛装 当真是省吃省用都不能省了这身行头 辛辛苦苦只为了节日里的那光彩夺目的一刻 翻遍了世界上 历史上 古今中外的各色人等 我们发现他们的这种气质 非常符合历史书中所描述的古代贵族气质 贵族气质 历史学家在考证了当地的文化和传说后 发现花腰带是古代歹民族向南迁徙时的离散者 他们很有可能是遗留在埃劳山腹地的古典国王族后裔 如果花腰带真的是王族后裔 我们就可以这样理解他们的服饰了 一群体内流淌着古典国王族血脉的人们 虽然和曾经的辉煌已经离开了很远很远 但是曾经辉煌的文化 早已潜移默化了他们的意识和心灵 代代传承 并以穿戴的方式向今天的人们招视着曾经久远的文化 看完了我们的片子之后 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 那就是在这些花腰带姑娘们的腰上 常常都会挂着一个小竹楼 这个小竹楼是开口大 下面比较窄 系在姑娘们这些千细的腰上 给人一种活泼又可爱的感觉 那么当地的人呢是把它称之为央罗 这央罗是干什么用的呢 或许啊您会说这个好理解 这出门办事下地干活 谁身上不带点东西 可是这央罗您要说呀 就只是装这些东西的呢 也没错 可是您要是把这个央罗看作是装东西的工具 那您就小瞧这个央罗了 这里头的文章呀是大了去的 那怎么个大法呢 来我们接着往下看 这是一个抢劫与反抗的故事 传说很久以前花腰带存在中 一位美丽的姑娘被附近山里的一个妖怪看中了 这妖怪长得很丑 一点也不温柔 看中人家姑娘动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的念头就是抢 经过多方探查之后 这妖怪发现姑娘每天会在一个固定的时间 通过一条固定的小路 给自己的心上人送饭 这期间姑娘是一个人走道 所以是下手的好机会 于是妖怪选好了日子 早早的来到了那条小路边 登点 时间到了 姑娘一个人出现在了小路上 此时的妖怪几乎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计划 圆满成功 心都不由的颤了起来 她瞄准了机会 扑了上去 故事说到这儿 想必所有的人都为这姑娘捏了把汗 姑娘看来是凶多吉少 八成要被这妖怪弹进了山洞里 然而故事的发展却并不是这样 怎么回事呢 原来妖怪并没有去抢人家姑娘 而是抢了姑娘腰上挂的央罗 央罗里装着姑娘送给心上人的饭 她一个飞身抢夺了人家的央罗饭 姑娘看到自己的央罗饭被抢 眼睛都红了 猛一挥手死死地转住了抢饭的妖怪 妖怪力气够大了吧 可她无论如何的腾挪闪避 始终无法甩开姑娘的撕扯 两个人就这么纠缠了起来 周围的村民被惊动了 一起赶来把妖怪围住 锄头铁爬一顿暴打 妖怪是一鸣呜呼呼了 可当大伙救起姑娘时 姑娘也因为体力严重透支 而咽下了最后的一口气 这个故事挺感人 但是也挺让人费解 首先妖怪看中了人家姑娘 费了这么大的劲 不去抢人 而是去抢了人家的饭 这是怎么回事呢 再者一口饭就这么重要吗 姑娘要豁出性命去饱 看来这一切都围绕着姑娘腰上的羊罗饭 乖乖 这羊罗饭究竟是什么样的山珍海味啊 一个拼了命去抢 一个豁出命的去饱 这其中有什么玄机呢 我们向阿妮询问 阿妮告诉我们 明天就是花腰带的赶花街 赶花街里姑娘要带的最重要的东西 就是羊罗饭 此时她的妈妈正在家里 为她准备明天的羊罗饭 一只咸鸭蛋 一条烤鱼 再加上一团不到二两的子女饭 这菜嘛 说不上丰盛 这分量嘛 阿妮这样秀气的姑娘 恐怕也未必能吃得饱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羊罗饭吗 阿妮告诉我们 这就是花腰带村寨中的羊罗饭 想象与现实的差距是如此之大 当真让我们大跌眼镜 失望之余 我们问起了阿妮 她明天带着这羊罗饭 是作为午餐用吗 阿妮没有回答 她的妈妈却大大方方的告诉了我们 这羊罗饭是姑娘找小伙子一起吃的 那这个吃上饭的小伙子 必定是姑娘的欣赏人 想到这里我们算是品出点味儿了 看来这羊罗饭确实大有文章 这文章就是饭好吃意不在乎于味道和分量 在乎于情感与爱恋之中呀 阿妮是个漂亮的女孩子 不知道她明天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小伙子 一起吃羊罗饭呢 我们对于明天的故事充满了无限的期待和遐想 赶花间是花腰带青年男女聚会的日子 是建立情感的日子 把它当作是花腰带的情人节 一点也不为过 这个节日一年一度十分难得 为了能更加深入的体验到 花腰带青年男女们在羊罗饭里的感情世界 我们请阿妮把耿青打扮成了贴喜的姐妹 带上羊罗饭一同去赶花间 花间 花间 果然够花 而这花主要来自眼前这些打扮的 五彩绚丽的花腰带姑娘 这是一个她们选择情感和决定感情的日子 当然是打扮的越花之招窄越好了 在花街上 我们见到了一些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这种一串串形如鸽子蛋的果子 被称为冰郎 当地人从古至今都拿它当作口香糖 这口香糖如何吃又是一个神味 在阿妮的帮助下 我们的耿青体验了一下 看来这口香糖的味道 对于我们这位生长在都市里的耿青有些极端了 此时我们还意外地发现戴在花腰带姑娘们头上的这点斗笠 除了遮挡阳光以外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 姑娘不愿让人看到的囧像 被这顶形如雷达天线盖的斗笠 遮挡的真是分外的优雅和自然 在花街上转着转着 我们发现阿妮和耿青的身后 不知什么时候有了小伙子的尾随 两个小伙子不远不近的跟在他们身后 走了老长的一段路 最终在一个凉粉摊上 因为凉粉打上了画 两个小伙子接过耿青手里的凉粉 为了表示感谢 他们承诺要为姑娘们上述摘檳榔 一起玩一起跳一起走一起笑 我们感觉得出这两个小伙子中 必定有一个是阿妮的欣赏人 她会是谁呢 阿妮没有什么表示 两个小伙子也都选的有些腼腆 看来还都在打亚迷呢 我们决定坚持下去 已经到正午了 我们的耿青有些不耐烦了 看来要让阿妮和情人吃上秧罗饭 需要自己主动一点 老说吃秧罗饭吃秧罗饭 既然我秧罗饭已经准备好了 那就送给你吃了吧 好 走吧 走吧 我们终于看到了秧罗饭中的情感 姑娘和小伙儿 正是在这样 你喂我一口 我喂你一口的过程里 打开了彼此间的心灵 这是一个甜蜜浪漫 温馨的过程 阿妮时候告诉我们 对于花腰带姑娘来说 这个过程 只能和自己的心上人分享 所以姑娘们的秧罗饭 只能给心上人尝 现在呀我们终于可以理解 在传说故事里的那位姑娘 为什么在这妖怪行凶的时候 一定要拼命的护住 这妖罗里的饭 这包含了姑娘对心上人的感情 爱恋的秧罗饭 已经设化成了姑娘的心 这心要是被别人抢走了 能不拼命吗 这人说呀 男女谈恋爱相互说的话呢 被称之为情话 这相互写的信呢 被称之为情书 这相互送的东西呢 就是情物 今天我们看到这花腰带的姑娘 她们的秧罗饭 我看呀就可以把它称之为是情饭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啊 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 不要忘了每天中午12点 星星啤酒旅游新时空呢 都会有很多的精彩要带给您 明天中午我们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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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